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各單位的官員 首先請法務部 我們吳辰次長 跟代理檢查總長 林檢查總長 麻煩請吳辰次長以及代理檢查總長 市長 本席是在上次委員會 有針對羅部長 他上任以後 遲遲沒有執行死刑的部分 做這個質詢 當時部長說 要等待法務部 一一的來過濾死刑犯有沒有申請非常上訴 再審或是大法官會議解釋等程序 如果死刑犯都窮盡一切的手段上訴 最後仍然發現判決沒有疏漏 或已經是沒有救濟的必要 就必須要來執行死刑 對不對 那據了解呢 上個月底 部長就針對五名死囚 做死刑槍決 都已經槍決了 但是因為在執行槍決的這個時間 剛好是適逢這個新任的檢查總長 人事案通過這個立法院的一個審查 那造成了外界認為說 選在這個時刻呢 來執行槍決啊 是不是有侵害這個新任的檢查總長 提請非常上訴的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我要請問次長的就是說 對於外界的這樣的一個批評 你是否認為羅部長他有受到什麼委屈沒有 有沒有要替他來辯駁之處 那法務部選在這個時間點 來執行這個死刑啊 是否有違之前 待一切救濟管道都用盡 才執行死刑的這樣的一個承諾 跟李委員報告 事實上 我們確實是按照以往的這個羅部長的承諾 就是一切的救濟的途徑都已經重盡了 我們才去這個由部長來令准執行死刑 那當然包括申請再審 申請提起非常上訴 或者是申請釋憲 這些途徑都已經重盡了 而且沒有停止執行的事由 譬如說他心神喪失中 或者是法律胎中之類的 都沒有這些事由才去令准執行 那剛剛委員提到的說 那新任的檢查總長還沒有上任 那你怎麼可以這個執行呢 那事實上我們政府的運作 不能夠說等某一個人上任 我們政府才運作 那事實上他有代理檢查總長 他事實上代理檢查總長 還是行使檢查總長的職權 那有沒有非常上訴的事由 代理檢查總長他是要去審核啊 所以已經經過完整的審核的程序了 事實上沒有說這個侵害什麼 未來總長的申請提起非常上訴的權限 他還沒有上任怎麼有這種權限呢 好 那所以因為剛才那個次長有提到說 你代理總長 那就是說你雖然是代理 其實你是行持這個職務 這個職權嘛對不對 是行持這個職權 代理期間一定是行持這個職權 那我要請問你的就是說 法務部選在4月29號 立法院審查 這個就是檢查總長 顏總長的 人事同學權的當天 來執行這個死刑 你認為恰當嗎 你當時你是 當天你也是代理檢查總長啊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說法務部有剝奪了檢查總長提出非常上訴的權利呢 有沒有這樣的被剝奪感 剝奪感 我認為沒有 沒有 你在他面前就不敢講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你應該據理力爭啊 雖然是代理期間 一樣這是你的職權啊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這個也是 其中有一件 他申請提起非常上訴 也是經過 林代理檢查總長已經駁回了 已經駁回就對了 事實上 我們代理檢查總長 他是 還是有在執行他的職務就對了 對 檢查總長的職權啊 是 了解 那因為檢審會啊 另外就是說檢審會啊 前天啊 5月3號他就提出了 14名的這個建議了 那檢查首長的人事名單 建議名單 那不過呢 據傳啊 其中有 五個重要的職務 都已經內定了 那我要請問市長的就是說 有沒有這一回事啊 那檢審會建議的名單 只是供部長參考 那人事任用權 我想羅部長心中啊 應該是早有定見了 那不管如何 那本席是說建議法務部啊 在領選檢查首長的時候 一定要以國家 栽培人才的心態 來選派 有能力的人 來出任檢查首長 我們保護部完全這個 同意委員的看法 就是任何的職務都應該選適合的人 是為國家來做事 是這個栽培國家的人才 那剛剛委員提到的這個 這個檢查長的人事任用的問題啊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檢查長的任用啊 要由檢審會 他就出缺的名額啊 提加倍的人選 那這些檢審會的成員 有九位是我們檢察官同仁選出來的 另外有四位是部長指派的 另外四位是包括檢察總長 還有三位由檢察總長來指派 總共是七位 那大家提出名單以後 就這個出缺的這個檢察長的名額 提出這個建議的名單以後 那再送給部長來決定 那要不要在這些建議的名單裡面 來選派檢察長 那當然在程序上還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這個部長認為這些名單 可能不是那麼理想 居於為國舉才 或者是他的性格啦 他的學識能力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那他有複裔的權利了 所以這個制度運作是這樣 那我想我們羅部長 他絕對是會為國舉才 來指派適合的人員擔任檢察首長 那林代理總長 你有沒有參與其中 這個有參與這個檢審會 你們也有推人吧 總長這邊也有推人嗎 有 也有推人 會不會跟上次一樣 結果你之前的總長 推舉了八位 結果一位都 部長都不處理 又造成他兩個人中間的一個心結 因為我想這次應該比較不會吧 市長你本身這次職務有沒有異動 有沒有在其中 到目前為止我還在這裡 所以我沒有異動 到目前為止 未來沒有人可以知道 本來我是政務職 政務職隨時如果長官需要 他可能另外他有權限來更動職務 我是政務職 就是這樣 謝謝 那請回 是不是接著請主席 請林秘書長 請講一下 林秘書長 立委員您好 秘書長 剛才李貴明委員有提到大法官530號的一個解釋 其實當時530號的解釋 送到立法院來了以後 就是他在最後的增列了一段 就是說司法院的組織法要在兩年內檢討修訂完成 當時我們是認為是說 因為這個案子 這個解釋是當時監察院 申請司法院來解釋 就是有 最高司法機關就審理事項 是否可以發佈規則 或是說就司法行政監督得否發佈行政命令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結果後來大法官530號的解釋裡面 再把最後增加了 就是兩年內要司法院的組織法修訂完成 大家都知道這個法院是不告不理 是不告不理 既然是這樣 他告原來這個申請解釋的標的 跟你最後的一個解釋 顯然是有這個宿外裁判的一個嫌疑 所以也是因為他有宿外裁判的嫌疑呢 我們立法院啊 我們就沒有去修訂 這個應該要怪我 我認為有宿外裁判的嫌疑 所以一直延長到現在 那到底有沒有違憲 我也不曉得 如果是大法官的解釋 適從憲法的話 那當然是有違憲之餘 而問題是說 大法官在解釋的過程當中 說程序正義啊其實還蠻重要的 如果沒有程序正義 就沒有實質正義啦 所以我們當時的 認為說那530號解釋 有宿外裁判的嫌疑 何況你要把這個三個中審機關 包括工程會 包括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啊 要讓他走入歷史 這個是不是恰當 變成這個單元單軌啊 是還有很多的單位是有疑慮的啦 所以我們當時呢 並沒有去修這個 這個司法院的組織法 那當然也因為這個 借其不聯繫的關係 確實是 也到最近 這個會其實是沒有送進來 但沒有送進來 其實是 到底是對是錯 是好是壞 我是建議說 最後還是要做處理 那要處理的情況呢 當然 我想大法官會也不可以 自己打自己嘴巴 但是看有沒有辦法說 看用什麼方式啊 再解釋 還是要怎麼樣 來做一個處理啦 那這樣就不會留下一個尾巴在那邊 好像說立法院呢 是做違憲之律 那立法權是我們立法院 這個憲法附給我們的職權啊 那我們也希望說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我們讓這個司法院 將來在審查的過程當中啊 程序正義啊 還是要去特別的注意啦 那今天 今天談到 我們主要是談 那今天這個法庭這個錄音錄影的部分 等一下 稍後啊 我再來 在逐條審查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個說明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